第154集 我回到停自营车的地方 黎玲正在抽烟 转头被压扔地上了 见我回来就问 勾得上啊 费什么话也赶紧呢 小卖店 要不一会关门了 我都会开黎玲 汽车就走 黎玲追上两步坐在后座上 对我道 桑总 你买回薯片 小姑娘就开心了 没准跟你来一个火辣的热闻 买薯片时候 别忘了买盒炫麦 要保持口气清新 还要根本停不下来呢 黎玲的建议很中肯呢 我也觉着该买盒炫麦 小卖店在学校的北面 得有一千多米 哥们自行车登得飞快 一会就赶到了 这个时候小卖店正在关门 店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 刚拉上卷林闸门 我就和李玉玲杀到了 我见她拉下卷林门 一边驶着登车的 一边着急的喊 阿姨 等一下 等等我 我要买东西 我这没有卖花的 出学校右边有个卖的 大碗人的至于这么着急吗 阿姨嘟嘟囔囔 显得很是不耐烦 过一下是被学生们给惹烦了 我着急忙慌停下车 我买手片 但买块去卖多少钱 就在这给你 对了 要品课的 麻辣味的 有生意上门 谁都得做 阿姨进去给我拿两个东西出来 我心急火了 扔了五十块钱 都没让他找铃 哥们好迈啊 买了东西 我怕寒雪走了 急忙往回登 登得太急 把李玉玉给甩下去了 我急忙扶住车子 这之后 几个女孩子 从一边走过来 一边走 一边大声说着话 哎 你听说了吗 前几年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漂亮女孩子 叫什么我忘了 我听其他老生说 那女孩去荷花池玩 不知道什么时候 掉进去淹死了 这会儿已经过了十点 宿舍都已经熄灯了 月光透过道路两旁 一排排茂盛的大树 从缝隙中 洒下淡淡的光辉 夜风掠过茂密的叶子 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像是在演奏一首快乐的歌谣 风清凉 月清阳 正如哥们此时的心情 本来心情大好 却出来这么几个祸 普及文化知识 一样的说着关于 荷花池的传闻 不仅如此 还挡住了资源车前进的方向 我想摁车铃 可从白彩兄借来这个破资源车呢 根本就没车铃 但他这辆破车 散了架子的响 我又喊两声让让 愣是没人搭理我 三个女生竟然拦住去路了 不仅如此 还像是怕我俩听不到一样 仍在大声的说话 我也听说了 他们说女孩死后变成了鬼 经常有人在荷花池见到她 还有人说 一到月圆的晚上 她就在荷花池旁边附近转悠 许多人都看到了 我听别人说去年有个男生啊 碰见他 就是那个女孩的鬼魂 接着第二天就疯掉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下自营车 黎玲也下来 我推着车子打亮一下三个女生 一个胖的 一个瘦的 一个不胖不瘦的 没有一个漂亮的 用句大实话讲 那就是雍之俗粉 谈话仍然在继续 胖女孩打一冷战 一边走一边摇头 还是别说了 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宁隔星期有 不隔星期五 咱们宿舍离荷花池不远 佛祖保佑 千万不要那个女鬼找上咱们呢 是啊 每次我都到荷花池旁边 都能感觉到那地方比别地方冷 看来那女孩 阴魂不散 不可离开学校 三个女生有猫腻 我和李莲俄两个大老爷们 骑着个自行车 手里拿手片 血脉 瞎子乱看的吧 三个女生 像是感觉不到 我俩存在似的 说着自己的话 看都没看我俩一眼 难道我俩是空气 何况大晚上的 宿舍都熄灯了 那长得有的不强 还在外边瞎转悠 等四郎呢 就算是我和李莲 尾随其后就不害怕了吗 连牛头都不看吗 这三个祸 姿色平庸 可是三八 他们想干什么 而且偏偏在我和李莲 经过地方突然出现 又说了一堆我俩要去的 关于荷花池 方魂的故事 我突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笑了笑 决定不告诉李莲 因为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以前光李莲看哥们笑话 这回也该轮到哥们看笑话的 三个女生说着话走远了 从此至终都没有看我俩一眼 李莲忍不住道 他们有病是吧 小哥 哪个学校都这样 总有一些爱传小道消极的四三八 别搭理他们 咱们继续找学姐去吧 人家等着吃薯片呢 对了小哥 你对荷花池方魂怎么看 李莲掏出根烟来 递给我一根点着了 深吸了一口 荷花池附近真有点阴气 但人家不招惹咱们 咱们也别招惹人家 要是来招惹 我会让他后悔的 说到这 斜眼看了看我 朗总 我才感觉你有些不对劲呢 你现在不是猜鸟了 不会告诉我 你有点害怕吧 我很羞涩点头 啊 真有点害怕 万一蹦着一个女鬼 也够吓人呢 得行 赶紧送手片去吧 待会儿 用我回避不 李莲明显不信 我会害怕 想想也是 鬼就算是再可怕 可夹不住 跟大宝 SOD 命一样 天天见呢 连奈何桥 都近距离游览了一次 还怕人呢 李莲要回避 这怎么行 好戏全指望他的 火急忙到 小哥 回避什么呀 你在旁边看着就行 我道行不如你 泡妞可比你强 你也学一学习 万一以后 你王八 乔吕豆 那跟谁对上眼了 多学门手艺 总没有坏处 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就没在骑车 着急往回赶 跟李莲聊大天 慢慢的往回走 没多大工夫 就回到了 跟寒雪相遇的地方 本来说好了 等我的寒雪 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四下找了找 还是没看见寒雪的影子 浪总啊 你不是跟那小女子 约好在这相见吗 手片都买了 人子还不见了 别再出什么事啊 要是遇到流氓什么的 可就糟了 那不是从你虎口多时吗 赶紧的喊喊 我也有点懵 按理说寒雪不应该不在啊 难道腿好了回宿舍了 刚才那三个女生 真的是不经意的路过 我和李玲身边的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小声的喊 雪姐 雪姐 哪呢 边藏着啊 快出来吧 我给你买了薯片了 趁心先吃啊 也没人搭理我 我很无奈继续喊 雪姐 我是巨浪啊 听着没有 听到灰的声 薯片啊 麻辣味的 买回来了 除了风声 没有意思的回应 寒雪就这样 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像是从来都不曾存在过 李玲有些不耐烦了 对我说 桑总 实在找不着就回去吧 薯片也被浪费了 我替他吃了得了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 哥们也就真的回去了 可这次不一样了 我特妈的还等着看好戏呢 啊 很是不甘心 要是荷花池找 我相信寒雪一定还在 但荷花池这片很是安静 除了几只青蛙呱呱的叫声 硬和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我的喊声太大 惊扰了旁边树林里的 羞缠也是一阵阵慌乱的鸣叫 折腾了会儿 实在是没找着 我也灰心丧气了 刚想跟李玲说回去睡觉 还没等开口呢 荷花池里突然传出了咕噜咕噜冒泡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究竟离我有五十米距离的荷花池中 突然开始冒出水泡 随着水泡不断的扩大 一个人头突然从水里渐渐的浮现出来 我睁大了眼睛 只觉了一股尿意 水里的人浮现得很慢 一点一点冒出水面 就见着人披头散发 却是背对着我俩 水中顺着湿淋淋的乌黑长发 不停的滴落在水中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明显是个女子 身上还穿着白色的纱裙 脑袋看上去有些大 跟身体完全不成比例 她低垂头一点点站直 虽然看不清楚脸 可我感觉这女孩的背影像极了寒血 我忍不住扭头看李玲 就见她眼珠子瞪得跟牛一样大 一脸的迷惑 也不怪她迷惑 荷花池里的女孩出现得很日诡异 配合这样的环境 还真有点小氛围 可她身上没有丝毫诡计 水面上还有影子呢 我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李玲不知道啊 也没遇到过呀 估计脑袋都快想抽筋了 什么好玩的事太偷骂刺激了 我掏出手机摁下录像的按钮 用手拿着颤头问荷花池里的女孩 你是谁 那小声颤抖的哥们觉着 自个儿绝比是一个演技派 以后要是不当主持人了 可以考虑进军影视界 李玲惊讶地看我一眼说 郎总 这是个什么东西 鬼吧 女孩不回头 突然开口 声音却是说不出来的寒冷 丝毫不带半点感情 阴沉地说 你不认识我吗 你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 哎呀 这小台词对的啊 多么的合适一样 哥们实在是没忍住 说 你又不是大明湖畔的夏宇河 我凭什么就认识你 对了 你看见我学姐含血了吗 她刚才还在这呢 我给她买手片回来了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我就是你的学姐 我就是寒血 这小台词对的 我又没认识问 学姐 你怎么到水里去了 是尿憋的吗 李玲都蒙圈了 不知道我在搞什么 冷冷看着没说话 我其实挺恨自个儿的 挺好气氛 非得逗逼的跟她扯两句 这下冷场的吧 但我没想到水里那个寒血 还会就差呢 停顿了那么稍微一小会 冰冷的说 我真的是寒血 你不相信吗 我倒上眼睛问 你 你真的是我的学姐 我不信 你转过头来 让我看看 真的是我 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女子冷冷的说 我当然听得出她的声音了 压得在水里 都泡散了快 哎呀 说话还带颤音呢 我还是故意的说 学姐 你怎么跑到池子里去了 夜里水凉 你被冻感冒了 快上来 这里是我的家 我不怕的 那 那 哪有把荷花池当家的 学姐 你别闹了 快上来 我给你买薯片回来 我说这话 慌了慌了手中的薯片 李玲眼睛越瞪越圆 还是没认出来 荷花池的含血 是什么玩意 真的买回薯片了 我要吃 你等等 我先转过身来 女子说完 身子不动 脑袋却是慢慢的 慢慢的 扭转了过来 我和李玲瞪大的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幕 当女子的头全部转过来 我突然觉着 很为难 为了下面的剧情 我是该装作害怕 摔倒在地呢 还是该拿手机继续拍摄 女孩子身体没动 只有脖子在转动 整个头呢 90度扭曲过来 正脸对着我和李玲 她的头发很长 被水浸泡的 一扭一扭的散在肩上 面孔更是古怪难看 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被水泡的浮肿不堪 她的头很大 差不多比正常人的脑袋 大上一半不止 不仅如此 脸上还裂开了许多道口子 却没有鲜血溢出 一道一道的裂痕 像是有黑的蚯蚓 爬满了脸 一双毫无生气 死于一样的眼睛 向外突出 阴冷地瞧着我俩 我和李玲 并没有被吓得屁股尿流 我手里还拿着手机摄像呢 李玲错愕地瞪着眼睛 都快看傻了 那女孩子转过身来 就我俩这副模样 竟然愣了愣 望着如此吓人的女子 再结合回来路上 碰见了三个女孩子的对话 去年新生刚入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叫什么我忘了 我轻其哈老声说 那个女的去荷花塘玩 不知道怎么就掉进水里淹死了 他们说 那个女孩死后变成了鬼 这真是个刚进校门的新生 还不得被吓尿裤子呢 李玲哭笑不得 压根就没有念咒用符 而是低头捡起块板砖 我见李玲不上当 急忙拽了一下 小声道 别砸 咋就玩不下去了 装吓得够呛 于是我和李玲装作惊恐的跌坐在地上 向后用手撑着后退 那女鬼却是一点点的从荷花池里走出来 带着一身的水姿慢慢的慢慢的靠近 我满眼都是恐惧 全身颤抖 针出右手指着女鬼大声的喊 你别过来 你别吓我 薯片呢 我要的薯片呢 我要吃薯片 女鬼一边冷冷的说 一边朝我俩慢慢的走近 眼看着女鬼就要走到我俩面前了 我啊的一声叫出来 大声的说 你别过来 我吓得尿裤子了 突然从树林中 从小亭子周围的黑暗里跑出一群人 这群人有十几个 上来围着我和李玲哈哈大笑 有人笑的快煞气了 哎呦 你们快看 这两个歹小鬼 吓尿裤子了 还有人在旁边说 哎 这两个土老帽还傻乎乎的去买薯片 韩雪 你这演技实在是太棒了 怪不得是咱们学校画剧的当家花旦 哎呦 笑死我了 这俩土豹子表情你们都看到了吗 太精彩了 这可是咱们学校迎来新生的开门红 哎呦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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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许多冷嘲热讽的话语 从学生们的嘴里传出 他们笑的是那么的肆无忌惮 说的是那么的开心快活 女鬼抓住自己的头 摘了下来 只是一个道具 一个能活动能够转动的道具 怪不得女鬼的头看上去很大 道具被取下来 露出一张笑亮的脸蛋 不是别人 正是我刚日的学姐 韩雪 在所有人的绩效中 我仍然装作惊恐的大叫 黎玲却开始轻声念诵咒语 天通阴阳 天地吉祥 法力加持 纷纷凉凉 咒语声中 小然从裤刀里掏出几张 他自己做的冥币来 轻轻一甩 贴在张扬寒雪 和几个笑得最大声的学生身后 我看来看围在我俩身边的人 清冷的月光下 每个人的面孔看得相当清楚 这里有学生会的副主席张扬 有一起干活几个男生 还有那三个挡住我和李玲 说这个和花池有鬼的死三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